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说平常心 但未必懂得什么是平常心 今天想跟大家用简短的一首诗来解释 什么是平常心 平常心士道是马祖道一禅师的禅峰 今天尝试用一首诗来解释什么是平常心 因为时常说要平常心 有烦恼 用平常心处理这件事 但什么是平常心 可能你不知道 宋朝有一本禅宗语录 叫做无门关 无门关是慰开禅师所住的 《禅宗语录》 在慰开禅师所住的 《蒙门关》有一首诗 提名叫做什么呢 叫做《众平常心士道》 《歌众平常心士道》 这首诗怎样说呢 《春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节》 这首诗怎样解释呢 《春天有百花盛开》 《秋天有朗月高照》 《夏天有凉风书怀》 《冬天有霜雪纷飞》 这一切都是世间千流不息的现象 反映了万物都是生住易灭 人生的苦乐盛衰 是不断变化的 禅师是以四季的 更叠变化来譬喻 凡夫的一切经历是无常的 是不断变化的 《春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凉风冬有雪》 不断变化 但我们说 这些是好的时节 《春夏秋冬》也是好时节 《白花秋月》 《凉风白雪》 都是大自然的景色 令人心抗神移 但这些所谓好时节 是否真的好时节呢 当你心里有烦恼的时候 你有没有闲情日志去欣赏 白花秋月 良风白雪呢 当你的心 泛现了有烦恼 整个心情陷入了烦恼的隧道里面 见不到智慧之光 你有没有心情去领纳这些好时节呢 当你心里有亲怒 发脾气 有傲慢 有愤怒 有怨恨 有妒忌 有骄傲 有欠贪 有后悔 有自责 有隐藏自己的恶业 有狂妄 有喘束 喘曲 乃至心里时常有欲念 有贪念 有我慢我爱 我见我痴 就算你对着春天的白花 秋天的明月 夏天的凉风 冬天的白雪 你心里会否快乐呢 其实最大的快乐 最好的时节 不是来自外景 不是来自外园景 是来自心里的快乐 你的心不快乐 你的心充满烦恼 外面最好的境界 你也不会快乐 所以快乐是从心的 佛门里面 是要修心的 你每次来佛门烧香 烧大炸香 你不修心 全部求福 你未真正了解到佛法 佛法不是就这样 拜佛求福 求签 这些不是佛法 这些只是方便法门 这些人 你要明白人生宇宙的真理 你要明白 如何解脱人生的痛苦 如何解脱自己的烦恼 得到大自在 大解脱 如何令到你家人 乃至你的朋友 远离烦恼 这才是学佛的目的 不是就不是烧香求签 你弄错了 烧香求签 不过是方便的法门 是一种习俗 但这种习俗 一路沿下都是这样的 大家千万不要迷信 《春有百花》 《秋有月》 《夏有凉风》 《冬有雪》 《禅诗》这首诗 告诉我们 这些外缘景 令到你 这么好的时节 令到你的心快乐吗 不是的 最重要是你的心 有没有烦恼 所以下面有句说话 他说什麽呢 若无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节 闲事是什麽 如果你没有闲事挂在心上 即是心无挂外 闲事即是犯自一切的烦恼 如果你没有烦恼挂在心头 你便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烦恼 挂在心头 人生的贪亲痴 撒盗淫妄 我们面对的生老病死 不单是你自己的生老病死 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一切人的烦恼 佛陀就是找到方法解脱这些烦恼 得到大自大解脱 你应该追寻的是真理 不是迷信 人 人会不会没有烦恼呢 很多人没有烦恼 有些人有烦恼也不知 他有烦恼只是用消极去面对 或者是用激情去面对 他会哭 他会感觉忧屈 他会吵架 他会发脾气 他用这种方式去处理烦恼 这些又不是平常心 这些是亲心 恨心 妒忌心 愚痴心 这些是烦恼之心 是妄心 但有人说 人当然有烦恼 因为人无怨类 必有近忧 凡夫生活在 欺扬形役的社会里面 承受不少家庭 事业 工作 和学业的压力 怎会没有烦恼呢 清茶淡饭的人 固然家境困难受尽困扰 就算有名誉 有地位 有财富的人 都脱离不了烦恼 所以心里面的快乐 不是从财富名利 而求得到 财富名利 物质的贪求 并不会令到你快乐 那怎样可以令到你快乐 禅师用一个简单的意义说 当你心 你收心 收到心很清静 外园境不会侵入你的时候 你处理世事 不会被外园境所牵引 这个时候 你就渐渐见到自慧之光 你的烦恼就慢慢减少 因为你怎样懂得去收心 我们说回 我们应该如何处理 人生的烦恼 我相信这里 个个人都承认 人是有烦恼的 如果你承认的人没有烦恼 你举手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人是完全没有烦恼的 人是没有生老病死的 没有 个个都承认这件事 我们怎样去面对处理烦恼 无门慰开禅师 教人以平常心 去降伏烦恼 这个平常心有两个层面 第一是世间法的平常心 第二是出世间法的平常心 即是说我们分析什么是平常心 用世间人生的层面去分析 亦都用出世间 超越世间的层面去分析 我们先说少少 用世间法如何去分析平常心 世间法如何面对平常心 如果我们要以平常心处理烦恼 第一件事 要先平静 平常心是平静的 第二 平常心应该是理智的 第三 平常心是随缘的 第四 平常心是坚毅不屈的 你有没有这四个条件 如果你处理烦恼 处理人生百态 你面对烦恼 要用平静心 理智心 随缘心 以及坚毅不屈的心 去处理这些烦恼 那你就会处理到烦恼 当我们遇到逆境的时候 遇到不如意的时候 找不到工作 考不到大学 学业不得 工作不得 逆境 有病 很多烦恼 这就叫逆境烦恼 第一件事 应该怎样做 是否发脾气 怨屈 忧屈 消极 没用 第一件事 你对这些逆境 首先第一件事 要先冷静 平静心 不要让自己情绪 心魔所牵前 令自己幽屈不安 气愤难平 什么是平静心 平静心 平静心 不会随外境 搞乱自己 忘失自己的本性 自己就像一个预立不动的山一样 不会随着云露往来 飘忽 而变动 我自己平静下来 看这件事的发展 自己就像一个大山一样 烦恼的云彩飘来 我不会随着云彩而飘动 修行者说 山峰本不动 白云自往来 云往来只是一个山没有动 你见不见这个山跟着云会移动 不会的 要像山一样 我不会让这些烦恼的云彩 带动我走 这是平静心 学佛者必须保持这种 临危不乱的定力 你有没有这个定力 这个定力 就是旁居士所说的 不与万法为虑 大家知道哪位旁居士吗 一位居士唐朝很出名的 禅宗的大德 叫做旁吻 旁吻说 不与万法为虑 什么是不与万法为虑 不与诸臣作对 即是 不攀缘外境 不为一切令人产生贪亲痴 杀到淫妄 恶见而慢的外缘所动 你不跟他做朋友 不与万法为虑 即是不跟烦恼做朋友 当有烦恼来 有逆境来的时候 你跟他做朋友 那你与他为虑 伴侣 不与万法为虑 即是不执着外缘境 初学佛法的朋友 可能不知我说什麽 因为你没有听过佛法 听佛法的人要有福气才能听到 今天你有这个缘分 本来你不是想着听佛法的 但来到有人叫你去吃斋 那你听到佛法 不容易听到佛法 旁居士说 不与万法为虑 不与诸臣作对 为什麽 你不跟外境做朋友 即是别人骂你 冤枉你 说你是非 这便是烦恼到你 你跟他做伴侣 即是说你跟着他一起走 他骂你 哎呀他很坏 他骂我 他冤枉我 他说我不好 你便与他为虑 你跟他的一样看法 你跟他是同样的看法 你便跟他做朋友 你不跟这些烦恼做朋友 不与万法为虑 不与诸臣作对 臣是什麽 臣境 你不跟臣境相应 你从臣境相应 为臣所牵 绿根根绿臣 而生绿色 旁允居士 大家看看旁允居士的语录 旁居士还说句话 但自无心于万物 何妨万物常为妖 有些人说 你这些人全是壞人 很多烦恼给我 我不喜欢这些烦恼 唐居士说 但自无心于万物 何妨万物常为妖 你在外怨报这些烦恼围绕着我 我都不怕 我无心于烦恼 我不为烦恼的烟 攀缘而受烦恼所牵引 能否做到 说起来很容易 人家冤枉你 妒忌你 对你不好 有逆境的时候 你不会为警所动 人家骂你一句 你骂你两句 人家冤枉你 你一定不行 这些是为警所动 佛门的修行人 不为外怨所动 但自无心于万物 何妨万物常为妖 所谓不以万法为女 不以诛陈作对 心若着景 心即是妄 若对境无心 何妄之有 你的心着景 你的心即是妄 即时发怒 即时亲威 即时贪亲痴 恶见 喘缺 娇狂 全部这些是 你心有没有执着外现境 你执着外现境 还不是妄 若对境无心 何妄之有 所以 连女祖 女祖人家说是道教 但女祖也是学佛 女祖说什么 对境无心 莫问禅 对境无心 莫问禅 好了 别说那么多 禅的东西 佛教是着重自我反省 是什么意思 即是以理智去分析错误 找出 解决 逆境 解决烦恼的方法 所以出家众 每年有结下安居的自施期 4月15至7月15 结下安居 结下 结下的时候 最后一天是自施 即是自己反省自己 以检讨自己的戒行 居士有家庭的负担 在家居士不便结下 但必须有自省的习惯 所谓正座尚师几个 自己反省自己 总比怪责别人 更有意义 你认为别人对你不好吗 你从自己反省先 从自己改造自己做起 千万不要怨天由人 或者自救自艾 使自己的情绪 有些人一遇到逆境 自己的情绪就失控 你就没有平静心 你一失控 问题就来了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平静心 以免损害自己的健康 影响家人 影响朋友 第一件事 一遇到逆境 冷静下来 其实一切不如意的事 都不是无因而起 你一定是种下逆因 你必须勇于 承受逆果 因为你种下的因 有因有果 所谓随缘消旧业 再不作新殃 从来没有人 脱离到因果 因果律的范围 但是 智者智慧的人 从苦果里吸取教训 检讨自己的错误 不会重蹈覆轻 然后整装待法 再向明日目标埋进 这才是平常心与平静心 一有逆境来 你不会用激情 感性去处理 用平静心去处理 吸取教训 因为你有逆境 有烦恶 一定有种下这个因 为什么你不去 analyze 去分析 为什么 如果你懂得分析 懂得吸取教训 你检讨错误 就不会重蹈覆轻 You won't track the same path again 然后整装待法 Pack up the knapsack on your back and you go on continue 刚才说了世间法 分析世间法的平常心 要培养平常心 你一定要心平气和 要用理智去处理 不能冲动发脾气 用亲心去处理 要保持坚毅不屈的精神 什么是必经毅不屈的精神 即是积极勇猛精进 这个平常心 对人生苦短 不是作出消极的横抗 佛法不是消极的 各个的和尚 尼斯 各个都很消极 挖光头很消极 你不明白佛理 佛教是很积极 很努力 积极进取不屈不扭 像我们禅和始禅中的人 坐禅参念佛是谁 无论行住作恶 都将这个话头咬住不放 不分寻不调举 经过很长的岁月 参破了移情 切见本来灭目 这是禅中的说话 初听佛法的人可能不懂 即是要勇猛精进 出家人很努力 你看我们好像 出家人 好像我们无事做 我们从四点半开始 一直做到十点 晚上十点 不是自修就是导人 不是导人就是念佛 不是念佛就是出波 一日做十几个小时 不是自利就是利他 你看不出 出家人 你以为他很 忙就很忙 但心里面 对境无心 尽量对境无心 不如万法略为虑 不如诸陈作对 好了 刚才说了 用世间法的平常心 什麽是用出世间法处理平常心 用出世间法处理平常心 检讨你的过失 第四件事 不屈不扭意坚毅的心 去解决你的烦恼 积极解决你的烦恼 用普通的世间法处理 什麽叫做 再高深一点 什麽是出世间法的平常心 平常心事道 这句说话最初是 马祖道一 禅师提出来的 谁是马祖道一 大家是否听见佛门有句说话 马祖见丛临 百丈立清规 马祖是唐朝的 马祖道一 道一禅师 相传是 见禅宗大丛临 马祖首创大丛临 马祖有个徒弟叫做百丈淮海 所有佛子的清规 是由百丈淺丝 淮海禅师 才是立出来的 马祖怎样说 马祖在《景德传登陆》里 卷二十八 马祖道一 有一天 时仲 时仲一日讲开事 他怎样说 我不将文言文读出来 我将翻译为白话文 马祖道一有一天 时仲 即是讲开事 如现在的讲开事 道是不需要去修的 不需要刻意去修的 只要不污染心性即是 什么是污染 如果你有分别心 有生死的概念 或者有所求 这些都是污染 你们应该体会平常心是道 这个平常心是无造作 无是非 无取舍 无断常 无凡无性 只要保持平常心 行住在我 都能够应接 物物 头头是道 这是禅宗的机遇 初学佛法的人未必懂 马祖道一认为只需要 释除心中一切妄想分别 即是不污染你的心性 怀着正确的人生观 去努力生活 将现实的是非得失放落 能够安住在清静的 平常心之中 这个平常心 如果讲得更进一步 就是真心 这个平常心 是没有分别的 这些什么是不平常心 不平常心 就是妄心 心有真妄之分 不平常心是妄心 妄心生起 凡圣一个概念 有染 有淩有淨 有段 有常 这是妄心 即是be平常心 有染 有淩 有淨 有淩 有淨 有淨 有动 有靖 有来有去 生 有灭 有好 有 丑 有 恨 有 恨 恨 有 恨 但平常心是不随所缘境生种种分别 平常心 真心不生分别 不生取舍 有些人说 如果心不分别 真心不生分别 不生取舍 豈非无所知 心甚麽都不知 心是不知的 有些人是这样的 真心是无所知 我告诉大家 真心是无知而知 大家知道甚麽是无知而知吗 《金刚经》所说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应无所住是无知 无知不是无知 ignorant 不是无知 应无所住 亦生其心 亦生其心 即是无知而知 应无所住 应不执着 亦发心 亦生其心 亦生其心而无所住 一样 甚麽是无知而知 举个简单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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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 亦生其心 我想 捐助给别人 我会有很好的报应 将来会好 你为自己有报应而报私吗 这就是有所住而生其心 我帮我这个朋友 希望他帮我 你帮别人 要望别人报答你吗 即是你生这个心是有所住的 但真心是无知而知 无分别而知 无取舍而知 不是完全无知 但这些你自己去揣摩一下 在五灯会员里面 有一个这样的公案 赵州在五灯会员里面 卷四有赵州章 有一段南传抱怨禅诗 开示 启发到赵州重灵禅诗的公案 赵州 云门饼赵州茶 赵州禅诗 是南传抱怨禅诗开示的 里面有一个公案是怎样的 在唐朝时代 有一天 赵州禅诗就请教南传抱怨禅诗 即是赵州重灵禅诗请教南传抱怨禅诗 请问 如何是道 南传就说 平常心是道 赵州就追问 有什么方法证悟平常心 你说平常心是道 怎样证悟平常心 南传就告诉他 当你执着要证悟 当你执着要找方法证悟 已经来到太远了 赵州就不明白 为何又说平常心 又说要证悟平常心 为何我不要证悟 要找方法证悟平常心 赵州大惑不解 于是又问 如果不去求证 又怎样知道平常心是道 南传就说 你用了知与不知去思维 你已经与平常心背道而词 你用知与不知的思维 怎样证悟平常心 道是不属于知和不知的 道属于知与不知 就是妄心 道不属于知与不知 知是凡夫的妄心分别生起的 不知是空白的无忌心 倘若真正通达了平常心自道 你不会用知与不知 你由心如虚空 量舟沙戒 广大澄清 不会被是非对错的概念所汇言 这便是平常心 对于没有修禅定的 没有静坐的朋友 可能你未必知道我说什麽 因为 心是可以很微细的 你不修禅 你不知微细的心 所以 大家都要静坐 尤其是居士 不只是念佛就可以 为何我说这样 不是不叫你念佛 你用妄心 又未到一心不乱 当然如果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就是禅 有几多个居士有家庭的负担 有工作的压力 有事业 有其他一切那么多的压力 他怎样可以用平常心 怎样去一心 所以当你一静坐的时候 当你的心入细微的平静的时候 你的细微之心就浮现出来 你更加明白 什麽是真 什麽是妄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召周禅师是因为平常心是道遥开悟 平常心是正悟者心行处灭言语道断的境界 不再纏扰于世间依然对立的思维 没有了憎 爱 高 低 贫 负 这些分别概念 脱离烦恼的束缚 超越妄想分别心 超越取舍心 取向涅槃的境界 这时候 当你能够超越 二言对立 你的心 一千尘的闲事都不挂心头 这个时候 就是人间最好的时节 在这个时候 一尘不染 万赖区夕 不与万法遗旅 不与诸尘作对 这个时候 心无挂爱 一尘不染 若无闲事挂心头 就是人间最好的时节 大家将这首诗记一下 春有白花 秋有月 夏有凉风 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节 能否令你无闲事挂心头 因为心里面 时常都感觉到很多事情 很多烦恼 很多压力 如果这样 要修学佛法 不要只是天天 烧香 求签拜佛 求福 求寿 这不是佛法的正恩 但要听人说 才可以 有佛法 听佛法 要看佛经 要静坐 要禅修 要念佛 拜参 尤其是拜参 人有很多业障 为何人有这麽多烦恼 生老病死 爱别离求不得 五蕴次成 因为有烦恼的业障 当有烦恼的时候 用忏悔去洗涤你缩世的罪业 所以每个星期日 我们拜《药师忏》 每次都来拜 慢慢漸漸漸漸漸 能够令到你的业力 不好的恶业 每个人都有恶业 为什麽有些人 这麽多信景 有些人这麽多逆境 为什麽有些人的前途 这麽好 有些人这麽暗淡 这些全部是因为 你自己作的业而牵前 要多些懒悔 说到这些时间已经够了 我们是结齋 不过 有些人不说 你才能够有些人 少想 不过 有些人 感谢观看